嗯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白话汽车 我是白宁 我现在开着一辆好朋友的 2011年款的 路虎缆胜5.0 SC 行驶在这段临阴路上 那边是河 非常的逍遥自在 非常舒服 这款车给我最大的印象 之前简单的开过几次 没有这么多的开过 就是这种驾驶的这种舒适感 这种开阔感 一直梦想着能开着它到风景优美的地儿去散散步 非常大的前挡玻璃 非常大的侧面 高高的坐姿 我们可以看见鼻子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车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足够的强悍啊 足够高级 它不仅能这样轻松的溜达 它真正跑起来还是非常猛的 这车5.0机械增压 有510马力 有625牛米 0-100加速只有6.2秒 非常猛的 但是这种猛呢 带来的不是加速的刺激感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跑车 它带给我们就是这种 强大动力带来的舒适感 就是动力上随脚随到 闲停信步 非常非常舒服 我有 随时都会来 虽然我不见得 时时刻刻都用得到 这么一种感觉 这车开起来的这种舒适感 真的 每一丝一毫 都是用这种强大的动力 和高档的内饰 好的静音 庞大的车身尺寸 共同的堆出来的 这种轻松舒适感 咱们来好好看一看这辆车 开也开了 爽也爽了 这是一辆巨大的越野车 有2米03那么宽 1米86高 4米97长 这个尺寸 其实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并不是特大 随便一个什么雅阁什么那种车 都有4米9几长 对吧 2米0点宽 其实也还好 虽然到2米宽挺吓人的了 听着 但是1米9几的车非常常见 但是车为什么显得这么大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方方正正 它把能用的尺寸都用到了 侧立面基本上是直的 而鼻子也非常高 所以显得特别大 我们来看这车的外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古的外形 它的外形的设计路线 其实跟我们的新款的 甲格冲mini这种车有点像 它是用现代化的车身 现代化的元素 去诠释一个经典的老车 了解一点揽胜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这车到这代已经是第三代了 到现在是第四代 实际上它的造型的整体的比例元素 整体风格没有大变 我们看这个前头 它前击盖非常的平 这有一个硬的篮 然后Ring Rover写在最前面 这有一个小肩膀起来 这个完全就是老车上的元素 第一代揽胜就是这样的 它前击盖也是从第一代到现在开始 一直都写着Ring Rover R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漫游放牧 很大范围的漫山遍野的那种感觉 字面理解就是能漫山遍野跑的 很大范围内移动的一个Rower Land Rover是路虎 不带烂的就是那个罗幅嘛 虽然Rower这个词在汽车领域 让人一听就似乎大范围的跑不是个高谱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线 从这个平的发动机盖的底部 这条腰线就开始一直贯穿整个车身 这车的侧面设计其实比前面更复古 你看完全就是那个第一代老揽胜的样子 这个黑色的A柱B柱C柱原来是那种金属铁条的 现在已经演绎成了这种磨砂塑料的 但是这个设计没有多任何一点元素 干干净净利落落的 简单的那种铁窗框的复古 而且整个车的比例也是这样 一根腰线上下几乎是一个50比50的比例 侧窗非常的大非常方正 你看这些简单的窗条看着多复古 特别像个八九十年代的车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当然今天他用了一个非常大的轮毂 这个轮毂有20寸 并且在轮毂上还刻着Range Rover的字样 这轮毂显得非常的时尚 把这车又拉回到了21世纪 这车从后尾上看是最最复古 而且融合了现代元素的一个成功设计的典范 如果我们能看到第二代第一代的话 简直是传承到了今天 它的尾灯用了一个现代化的尾灯 透明的里面有LED的红色的 一下又把它拉回到现代 这种整体复古的构架 然后融合现代元素的设计 在这车上用的非常好 后面也写着Range Rover 这Super Charge 这车的版本 这车是一个5.0季节增压的 前面介绍过它动力非常好 它是一个动力很强劲的版本 而且它的尾门也是像老车一样上下开 但是这个车没有电动降落的尾门 它可能觉得尾门不是那么大个 降起来没那么费劲 所以它做了一个手动的 下面跟皮卡一样打开 里面后备箱还是很大的 因为车足够长 装了我们所有拍摄设备 实在里面还都空着的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诱人 非常的路虎独有 很复古很有腔调 我们来看这车的内饰 这其实这辆车是一个第三代 缆上的后半期的车型 而且它Super Charge版本 所以它是一纯黑内 用的黑色钢琴漆的搭配 其实这一代车的内饰 我最喜欢的是最早期的那一版 就是米白色内饰 然后配那种橘色桃木的那感觉 特别居家特别高级 特别有那种经典感 但是这个也不错 我们先从上到下看一看 首先视野特别好 复古车身非常直立 窗户大坐姿高 前仪表台完全是真皮包覆 中间的仪表是一个纯液晶仪表 没有任何的表真 现在灭车状态下看 是一个云天际 旁边刚升起来的太阳那种感觉 还是很湿和远方的 这么一看 当然如果我们打着了看看仪表 就没这么乐观了 整个仪表是屏幕模拟的 尤其它是早期的液晶仪表 它做的很粗糙 表汁分辨率也不高 然后你踩 你看表汁的运动还不顺 有点卡 就跟咱们玩的极品飞车特早期的游戏似的 一点也不像用200多万的豪车 这太糙了 这表 看完这表咱把它熄火了 因为噪音太大 继续看内饰 首先它整体设计还是以实用为先的 你看所有的玻璃按键什么的都在最外面 最高的地方 而且很高 这车的越野的时候也很方便于我把头探出去 能看着车轮 这跟我之前路虎发现也很像 即使是一个豪华车 顶级车依然要留着这些越野车的基因 包括门板的材质 都是非常好清洗的这种塑胶材质的 这车我很喜欢的是它座椅 它座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座椅 用的是真材实料的真皮 而且凹凸感做得非常好 音响是哈曼卡顿的 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中控台就是常规那些功能 空调 加热通风座椅 这些东西 既然是越野车嘛 那么四驱系统肯定不可忽视 作为这么一个豪华越野车 肯定不会给你弄两根杆啊 什么高低速四驱这么去切换 它给提供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 非常完善的模式在这 这是公路模式 雪地模式 泥地模式 沙地模式 这还有岩石模式啊 就是翻越用的 这有底盘高度的调节 这车是空气悬架的嘛 然后这有四驱 高速四驱低速四驱 因为这车是四驱系统的规格还是很高的 是带拖寸差速器的真正的四驱 这车的方向盘设计也很有意思啊 首先是用了非常好的 这是柔软的真皮包袱非常软握起来很舒服 然后他做了一个上下层的下面是一镀铬穿到下边 中间是一控制 不知道以为是雪铁龙的那个外圈可以转里圈不转的设计 但实际上人家都能转啊 虽然做成这样 里面这个总成呢也挺有意思的 这些按键啊做的很复古 这是徐航定速这边 这是蓝牙电话这都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个可以控制车里边所有的功能 然后它的喇叭不在中间 喇叭是这两个小条 英国车嘛电子东西总会有点不靠谱 你看这喇叭不响了 按下边可以响啊 但是这边按上边按下边都可以响 就经常切换性的出各种问题 当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总能找着一个能想的地儿 这个东西也是路虎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 在很老的车上就有812也有 啊这么坐着很舒服 它这个可以通过这滚轮来调节扶手枕的高度 永远能调到你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上 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 之前开过的车有这个没有能这么无极的去调节位置 我们来看看它的储物空间啊 呃这儿是两个杯架 带两个单独的帘来遮蔽非常高级显然 然后这边有上面的储物箱啊 下面的储物箱分别的按钮控制 呃这儿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盒 还特讲究 你看这儿有一小烟压杆优雅 这是双层的上面还有一层 也带一个小烟压杆 这还能放笔 能放一个小本啊 手机什么的 很优雅很讲究的一个车 这是烟灰杆 呃作为一个高达200多万的豪车 光好开能越野是不够的 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把这个档次的车是用来坐的 所以它后面一定要宽敞舒适 这车轴距其实不长啊 这么大车只有两米八八的轴距 但是后排空间是足够宽敞的 我前面正常驾驶位现在坐还有这么大地儿 可以半躺半坐 而且后排的靠垫是可以垫调的 可以调到一个比较躺的姿势 后面有两个小屏幕 非常可爱 这么点的屏幕 还没手机大的 独立的空调 左右还分分别控制 而且座椅带加热 这儿有一套这个奥克斯接口 那时候还不流行USB呢 奥克斯接口这么多 然后座椅设计更是比前排还要经典 还要复古 非常喜欢这种凹凸有致的传统的这种座椅造型 太漂亮了 中央扶手 巨大 带着中间的头枕 这还有一个小盒 可以放点东西 可以放点杯子 非常VIP的一个后排 但是说实话 这车跑起来坐后排并不舒服 因为它是一个越野车 它很高 而且它的悬架的后面最颠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后排这 我正好坐在后轮上 所以这个后排 如果你长途乘坐什么的 和奔驰RS那种豪华车还是没得比的 这个舒适性还是要差很多的 我们打开发动机盖 来看看这车的内部结构 首先这车身我试了一下 这个棒克状的发动机盖 包括前叶子板 还有四个门是铝的 其他的部分是钢的 这个车身框架 包括后叶子板和后盖都是钢的 并不像发现二或者最早期的那些车那样 是全铝车身的 里面一个5.0升V8机械增压发动机 非常大个 它的进气有点意思 你看它进气口在这 进气口非常的高 这样让越野的时候涉水性能会更好 它进气从这接进来 然后这也是一个机械增压器 非常长的机械增压器 一边一个 一共5.0升 510马力 625牛米 动力参数还是非常猛的 我们最后来聊一聊陆湖缆胜的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车系 1970年就推出了 当然最早一代的缆胜只有两门板 当时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奢华型越野车 从1970年一直到1994年才出了第二代 可见那个时候豪华SUV是多么的 取高贺寡的一个车型啊 根本没有人去跟进去出 而且也估计也没人买 要不然我这么多年没换代 1994年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车 我特别喜欢那一代车 咱们国内也有一定的保有量 有机会咱们能借到一台的话 也做一期给大家看看 第二代一直干到了2001年 后来祝福卖给了福特 这个车其实就是福特时代的作品 5.0的V8借增压的车 这辆车是第三代的末期 2011年的车 实际上这代就到2011年 是非常经典的一代 当然作为路虎车嘛 用起来肯定有些路虎车的脾气 比如说这车的空气悬架 其实也坏过了 因为路虎车特别早就开始用空气悬架 1992年第一代的时候就有 所以其实空气悬架对它来说还算是一个成熟技术 但是它的传感器总会坏 这辆车也坏过 就是什么症状呢 就是一找完车之后这车歪了 只能这么开过去 这个问题在路虎车上非常的常见 当然也不是很难修 换那个传感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车拥有一套环影系统 但是从来就没缓起来过 永远有那么一两个摄像头 属于非正常的显示状态 这个是怎么修也修不好 后来路虎4S店的人跟我朋友说 说就别修了 这车能全部显示的就不多 就这脾气 谁让您开英国车呢 是吧 然后各种塑料橡胶件 跟我的老发现案一样 也开始有各种的毛病 这我都特别理解 刚才那个车主朋友跟我聊 说这车一定会出这问题的 发动机里边好多密封条 已经都换过了 包括这把钥匙 你看这钥匙这个 它做了一个跟防水效果似的 结果这橡胶皮就掉了 然后怎么也沾不回去 换这个原厂的壳换完还掉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买了一个中国山寨版的壳 特完美 从来不掉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路虎懒胜 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世界上顶级的 大型豪华越野车 能带给我们非常漂亮的 古典的外形 开起来非常舒适 非常豪华 虽然它非常非常的昂贵 也不是那么太靠谱 但它依然是我最喜欢的越野车之一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白话汽车 咱们下周再见 我拍这个节目的时候 当时发了一条微博 问大家对这车有什么想说的 然后好多朋友都问这车到底有多爱坏 想知道这问题 正好咱们这车是一个人一手车 它至今也没卖 还在他手里 所以我找车主要了这车全套的维修保管记录 咱们看看它到底坏过什么 2011年车 当然在7年10万公里 最真实的 从这个记录上来看 这车换过一个乘客安全气囊 模块 当然没有事故 应该是电子故障 然后换过前面的空气悬架 前减震总成减震器连接线 气悬压缩机维修组件 气悬调节阀 整个前空气悬架是已经挂过一套了 刹车片这都正常 机油 取周箱清洗 机油 铝芯刹车片 这都是正常的 空调 杀菌 这都不算啥 前刹车油管换过一次 然后电瓶换过一个 然后查这个倒车影像时有时没有 至今也没修好 这算是一个 然后空调 铝芯是空气 铝芯这都没啥可说的 检查向右打轮底盘一响 有过一次 然后应该是换悬架了 查完这个之后 然后检查左侧按喇叭不响 就那个小小棍上边不好使这个问题 其他就没查了清洗节气门什么的 这是一份 然后还有一份维修记录咱再看看 这还有一份另外一个修理厂的 后来不带4S店修另外一个修理厂的 更换四轮刹车片 然后空调清洗 汽油绿电瓶又换了一个 然后水泵换过火花塞 这全正常保养 根本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车跑了7年10万公里 主要的故障是换了乘客的气囊总成 然后前面的空气悬架换了一套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相当可靠的还是 但是变速箱10万公里没换油也没出什么问题 今天刚换完油 所以说可见路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坏 当然这个确实跟车主的开有很大关系 它基本跑高速为主很少越野 维修养护也比较到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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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